亚太报道 未来几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高达10万亿元 中国政府为防止抗议活动 严控网络996公时相关讨论 台湾外交部证实 美国环保署长近期到访 此局再次引发中方反弹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诈骗 敲诈勒索 非法拘禁案宣判 重庆市第一终极法院星期五 裁定他罪成 判求20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名下资产全部冻结 同案多人被判处10年以下徒刑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令人关注 今天记者高峰的报道 李怀庆案结束庭审接近半年后终于宣判 重庆市第一终极法院 星期五裁定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诈骗 敲诈 勒索 非法拘禁罪成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名下资产全部冻结 李怀庆妻子包宴听判后 或安排与丈夫会面 他要求跟我见面的 在法院地下室的一个会见当事人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是聊了一下 我先生非常平和 他说给他打的这些罪名是他的 特别是三边罪 是他的荣誉 他还安慰我 叫我不要难过 他不会很久就会出来了 李怀庆八名职工也被判处徒刑 星期四年到16年不等 把我先生定名为黑恶私立组织 这些员工都是招聘过来的 有些员工甚至离职了 都把他们给抓回去 就说他们是一个恶私立组织 因为我先生是做金融这一块的嘛 就说他们诈骗 敲诈勒索 非法拘禁 今年不是扫黑除了最后一连吗 就以这个形式重判所有的人 据说是亿万富豪的李怀庆 长期关注和资助弱势社群 以及救助陈肺病患者 2018年初 他与妻儿及一批公司员工 被重庆警方拘捕 其后 李怀庆被者加入 名为《环球时报》的微信群组造谣 转发批评政权的文章 并转发提及暴力革命的录音 保验说 丈夫在庭审中曾披露 相信自己被捕是因为数年前 一个基金会组织的慈善活动里 与会者谈到个别公安部门的贪腐情况 并建议向习近平反映 那个慈善会就是探讨一些就腐败的问题嘛 就是被当时的那公安部副部长孙知道了 知道了过后呢 他查他们那个基金会的所有的人 因为那些人估计也有一些后台背景吧 就从最小的查吧 我先生呢 肯定就是在里面是最那个的嘛 他的马仔就是之前被抓的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嘛 邓慧玲就以色黑的名义抓捕了我先生 代理律师黄里对重庆法院的裁决表示无奈 我完全无语 我只能这么说 我无法解释现行法律制度对这个东西的认定 我只能说无语 我简直 我相信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了 我无法来评价这个事情了 一名关注李怀庆案 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认为 这位民营企业家被重判 与近年扫黑除恶的主旋律有关 这个扫黑除恶这个运动啊 已经搞了三年了 那么今年是所谓的收官之年 所以对这个这些企业家的这种打压 应该说是非常的恐怖 因为这个所谓的扫黑除恶要快嘛 要要重判嘛 连判嘛 很多都是冤案 当然了有一些呢可能处在一种灰色地带 处在灰色地带的一些事呢 把它上纲上线 现在全国国地在把这种扫黑打压的案子 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解决掉 已经判了的都判得非常重 目前李怀庆积压在重庆江北区看守所 据了解 自他被扣押以来 当局从未向律师和家属发出逮捕通知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嘎芬 香港报道 曾经公开声援清华大学前教授 许章润的北京文化界人士 耿潇南的辩护律师尚宝君 近期多次申请会见当事人都没有成功 而耿案试案图书则有8000册 增加到20万册 另外 许章润为耿潇南发声而被警告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北京文化及出版界人士耿潇南 10月中旬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捕 其委托的辩护律师尚宝君 自10月29日之后 多次申请会见当事人耿潇南 但不成功 耿潇南的友人 清华大学教授郭玉华 本周五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他10月14号吧 检察院正式批捕了 那天正好是律师会见 最近两次律师会见都没有见到 两个律师批命的抢号 然后前两周吧大概 想到以后 律师已经去了看守所会见 结果又用一个什么提审的名义 没见到 然后后来他们又抽中了 就是好像是上周吧 那天呢 屈振宏律师可能有什么事 就是上宝君律师去会见的 然后他又不让见 说必须得屈振宏来才能见 耿潇南在北京经营出版物 北京市公安局海电分局 竞争支队警察指其公司所经营的印刷 销售非法出版物 涉嫌非法经营 当时官方认为 涉案书籍达8000册 涉案金额为16万元人民币 但是不久前公安将原来的8000册书籍 提升至20万册 涉案金额也相应提升至数百万元 北京出版街人士王先生对本台说 上宝君律师最近一次会见当事人耿潇南 是在三周前 据说当时耿潇南的精神状态并不好 涉案金额就高了 9月9日 耿潇南和丈夫秦真被警方带走 警方指耿潇南最近十年 在印刷销售及出版书籍方面 没有合法手续 涉嫌违法 这些书籍包括烹饪 营养及养生方面 外界认为当局抓捕耿潇南 与她近年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有关 例如今年7月6日 清花大学教授许章润被警察带走 耿潇南率先在海外社交平台 发布相关消息 为许章润鸣不平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则在推特留言 多年来 耿潇南还帮助了包括爆童 姚坚富等异议人士 处于被限制自由状态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不久前发公开信要求释放耿潇南 得到了美国 日本 法国及加拿大等海内外各界300多人联署响应 耿潇南被捕至今 许章润被警方训诫四次 而最近的一次是在两周前 当局要求他停止为耿潇南发声 郭玉华对本台说 许章润不能离开北京 行动受到限制 不能离京 不能出境 不能接受外媒采访 也不能接受捐助 现年46岁的耿潇南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是中国出版人 电影人历任《中国天话话天》影业的首席执行长 瑞亚书业总编辑 现任传奇天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可谓多才多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11月17日 在当地政府的策划下 大批身着保安制服的人员突破业主的阻拦 强行闯入北京昌平小汤山镇的居民小区 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四处张贴拆迁告知书 目前该小区的天然气供应已经被切断 面对寒冬 2100多名居民的生活陷入困境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 始建于1998年 这一年5月20日 北京市多个官方部门向各区县政府 及市各有关机构 印发了名为北京市观光农业发展规划的文件 要求建设小汤山观光农业基地 同年12月22日 时任小汤山镇镇长兼中共党委书记的李志武 签署了一份授权书 授权北京九华投资顾问公司 带小汤山镇政府针对全镇区域内的工业 农业 文教 旅游 卫生 房地产等项目 进行全方位的策划和招商引资工作 八天后 小汤山镇葫芦河村经济合作社作为甲方 与作为乙方的九华投资顾问公司 签订了一份合同 合同中 甲方向乙方出租了一块农业用地 用于乙方执行都市观光农业项目 并以每亩土地的10%为试验观光建房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 这样 九华投资顾问公司 虽在租得的土地上 建设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 并进行房地产开发 到今年为止 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已经有299户 共2100多名居民 成长为一个居民小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该小区业主表示 1998年时 小汤山镇招商办 曾在北大清华两校 高调宣传九华农业科普示范园 吸引了一批北大清华校友 前往该园区投资置业 然而 在2020年11月17日 中共小汤山镇书记王洪敏 却雇佣200余名黑衣人 强行闯入园区 占领业主保安室 撬到物业办公室 偷盗业主自行购买的天然气站 导致居民无法取暖 在寒冷的冬天中瑟瑟发抖 老人和孩子都在寒冷和惊吓中度过 业主张女士则向记者介绍了 黑衣人强闯小区的情况 她表示 身穿保安制服的黑衣人 自11月16日晚上起 就出现在小区大门外 试图强行进入 小区居民则聚集在小区大门处 与黑衣人对峙整夜 17日早上 更多黑衣人到达小区外 小区居民则在大门处 用铁码设置了路障 试图阻止黑衣人的闯入 尽管有小区居民 拨打了报警电话110 及市长热线12345 却得不到有效回应 不久后 黑衣人撬开物业办公室大门 并涌入小区 四处张贴拆迁告知书 此外 小区的天然气站 也遭到了挖掘机破坏 张女士说 目前的情况是 17号他们给我们贴了告知书 我们都去这里面的信访部门 说我们的诉求是 灰燃天然气供应 但是天然气站 已经被他们用挖掘机给拆了 说我们是不合法的 我们给了110打电话 110说这是政府行为 到了镇上 这里边的说 这是你们几个人的行为 是你们几个人装的天然气 其实天然气是物业搞的 大家都交了钱 又被政府拆了 黑衣人张贴的告知书 是由小汤山镇政府发出的 告知书称 该小区的房屋建设 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属于违法建筑 因此 小汤山镇政府拟对这些房屋 做出责令拆除的决定 对此 另一位业主宋先生表示 针对该小区居民目前的处境 张女士在11月19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现在几个人都比较慌 也比较疲惫 比如我吧 这几天好几天晚上都没睡觉 我们今天去了法院 法院也不受理 又去了镇里面 他们说这过了几天 要给我们断水断电 家里面还有80多岁的老人 让我去拿找房子 我们在这住了20多年了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 在APEC会议上首度表态 中国希望加入CPTPP 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有分析认为 中国先签署了RCEP 又表态要加入CPTPP 给予展现其 区域经济领导者的决心 但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中方屡屡在国际议题上 说大话话大饼 这次又能兑现多少承诺呢 以下是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北京时间11月20日晚间 亚太金河组织第27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以视讯方式登场 外界尤其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 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隔空会面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 中国要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 习近平对刚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表示欢迎 并首次表态 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CPTPP的前身正是TPP 由包含日本、加拿大、澳洲等11国 于2018年签署 美国则是在2017年1月 特朗普上任后 以新政命令方式退出 华盛顿智库战略 继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葛拉伊告诉本台 中国正在试图构建自己 区域经济领导者的角色 陪同特朗普参与APEC会议的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20日上午则对媒体表示 APEC领导人会议虽没有太多心意 但充满合作的氛围 库德洛简短表示 特朗普在会议上分享了 美国在新冠疫苗的进展 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 在美国的资深财经媒体员 王健看来 中方针对CPTPP的表态 也是为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即将在24日展开的 访日行程铺路 中国在这一年多来 美中关系走差之际 正努力拉拢对日关系 王健分析 在美国退出TPP后 新版的CPTPP移除了20多条美国曾主张的条款 这也成为中国加入的诱因 王健提醒 美国政府四年来认知中国是重要威胁的道路是正确的 但在国际布局上的脚步需要尽快调整 与此同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其凡近日一篇关于中国走向三菱的文章 正引发热议 黄其凡说 对中国而言 未来做好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将相当于既加入WTO以后第二次入市 王健批评 这是中国官员又在拍着脑袋说大话 旅美财经学者秦鹏则认为 以过往的案例已经证实 中国官方的承诺完全不可信 因为中共加入WTO的这种承诺就表现得非常差 我们知道截止到2019年 它的29项承诺只兑现了大概11项 每兑现的这个比例大概是63% 而且其中有一些还是在2018年之后 中美贸易战开打 然后迫于外部压力才兑现 秦鹏提到 中国特色的兑现也存在问题 首先兑现时间严重滞后 比如WTO大部分要求在2005年前完成 第二是表面开放但没有开放 比如中国对电信行业发放牌照 但没有一家实质性在中国营业 第三则是增加了准入门槛 实行双重标准 比如对外资企业的种种限制等等 至于中国如何一再利用国际组织 或协定机制占尽便宜呢 秦鹏说 这些国际规则的普世价值 是守信用以及合作共赢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标准里 第一准则是党的生存 先说大话 后不对线承诺 或扭曲是对线承诺的矛盾 才会一再出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持续加深 退休养老也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 中保协星期五发出警告 预计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将出现8至10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 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 中国官方早前提出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更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 以下是记者韩杰的报道 中国发展基金会 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到2022年左右 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 届时65岁以上人口 会占总人口的14% 一份由中国西南交通大学 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撰写的蓝皮书 近期也指出 中国2053年老年人口 将达到4.87亿 出于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20日发布的 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测 在5到10年中 中国会有高达8至10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 而缺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 那么中国应如何解决 迫在眉睫的养老金问题呢 中国银行保险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建议 政府部门尽快实施具有一定弹性的延迟退休政策 以缓解因老龄人口不断增加 而出现极大缺口压力的养老保险基金 相关建议也似乎被官方接纳 中国官媒新华网日前报道 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建议提出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不过消息一出立即激起千层浪 大批网友对政府此举持反对意见 新浪网友北京金哥哥讽刺说 恐怕到时候养老金还没有误热 打工人已经挂了 网民许开真质疑道 你考虑过下岗职工吗 考虑过大批的无业失业者吗 网友唐巴马则引述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董科佑教授强调 应该把选择核实退休的权利交给劳动者本人 但早退休的少拿养老金 晚退的则多拿 最亚洲电台记者韩杰华盛顿整理报道 在众多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不满所谓996工作模式之际 美国一家研究中国舆情的公司近日披露 中国当局出于维稳的目的 正强化管控网络上相关996的讨论内容 以防止出现从业人员为争取合法劳动权利保护的抗议活动 以下是记者肖一斌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白领对早上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996公实质产生反感 去年4月在微软旗下的开放式开发平台Github上 有用户发帖抱怨996是以进入重症监护室为代价 该帖在两天内冲上网站去世第一 随后中国互联网白领对996的不满持续升级 目前该帖仍在持续更新 实际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列表及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证据 包括著名互联网商业公司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拼多多等 美国一家研究中国舆情的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 Github事件后 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对996文化的公开讨论 从平均每月400条上升至每月3400条 并保持在每月1000条的均值 大多数集中在这些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上 该报告指出 随着中国互联网劳工劳动权力保护意识的觉醒 中国政府出于维稳目的 通过删帖操纵舆论 加强对网络上关于996工作制度的言论管控 以防止出现抗议活动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去年在内部交流中为996加班文化公开背书 称996是福报 此外 进入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行的 加油打工人 也成为了长期超时工作的年轻人 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一位出于职业安全原因 要求匿名的互联网职工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996是互联网公司普遍默认的企业文化 在签劳动合同时 公司已经向雇员说明了是996工作制 他说虽然对超时工作有诸多抱怨 但互联网职工会为优厚的待遇而保持沉默 他说因为互联网行业更新速度较快 在新产品抢时上线的一段时间内 整个开发部门会集体996 并不代表一直都是高强度超时工作 996的员工在项目结束后 可以申请调休 他表示大部分996员工应顾忌职场规则 减少申请或不申请调休 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 经济学者李恒青告诉本台 中国就业市场饱和 劳动力内部恶性竞争现象严重 导致员工聚于为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抗争 李恒青认为 中国IT行业内权贵资本 在各大互联网公司中所占比重较高 这是中国政府打压抱怨996舆论的重要原因 一旦互联网技术人员为劳动权益反抗 必然会带来行业成本的普遍上涨 从而影响权贵资本的分成利润 李恒青说 中国发展科技强国战略不应以压榨IT行业 剩余劳动价值为代价 中国科技互联网想要得到长远发展 必须在严格落实劳动法保护条款的同时 开放局域网 进一步开源 以加快行业更新迭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一斌 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打压日趋严厉 近日 北京教募联合祈祷会成员连续遭当局盘问 该组织并被北京市宗教局要求解散 有教会人士向本台表示 以中国当局针对宗教自由的打压程度 信众难以自保 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北京教募联合祷告会 又称北京联导会是一个宗教祷告网络 有许多北京家庭教会成员 根据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 对华援助协会发布的消息 北京联导会的教募成员正受到当局盘问 并有部分成员的家庭教会被要求关闭 对华援助协会引述一名当事人的消息透露 北京郊区宗教局通知他前往接受盘问 许多联导会成员也均遭盘问 并且宗教局告知他们的教会属于非法宗教活动 要求教会自行解散 且不询牧师在网上讲道 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基督教公益团器创办人刘一牧师 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中国政府打压宗教的消息 每天都在发生已经不足为奇 大型教会被打压的消息得以传出并获得外界声援 但是许多小型教会因为知名度低 遭到迫害却难以被外界所知 根据对华援助协会的介绍 北京联导会负责北京家庭教会内外事宜的带导 随着家庭教会网络的扩大 带导项目和成员已经不限于北京地区 目前中国教会分为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两大主体 前者类似官方教会由国家宗教事务局监督 后者为民间教会不被政府认可而时常受到打压 前青海政协委员青海东湖教会法人代表王瑞琴指出 中国政府在两派间拗起对立并打压家庭教会发展 使其不得不纳入官方体系寻求生存 基本的方法就是作使家庭教会去三字教会 登地批出三字教会 把三字教会逐步地让通过他们的宗教管理体育 然后通过教会的教职任命 通过教堂的审批 然后通过对教会的这个中共控制的神教院的这个管理 把三字教会逐步地纳入他们的管理 跟着党走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越趋严重 许多家庭教会被强制关闭 也有许多牧师遭到监禁或是监控 王瑞琴直言 中国政府对于宗教打压严重 限制宗教发展 而在中国基督教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害怕教会发展壮大 进而更纳入严格监管 他消除不了基督教 他就希望你能够纳入他的管理 听政府的话 他的核心目的是 不能让你游离于共产党的控制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活动场所 能够逃避他们的迫害和管理 刘怡牧师认为 现今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严密监控 包含网络言论审查更甚遗忘 即使在通讯软体上透露消息 都有可能被请喝茶 他透露 有教会必须每周更改集会地点 避免被当局监控 但仍有政府向承办集会的场所 施压的消息传出 也有许多牧师遭到监控 甚至抓捕 面对当局打压 刘怡牧师表示 各地教会只能透过隐秘低调的方式集会 才能避免成为目标 青海天主教家庭教会被拆除的 王瑞琴更是直言 若想在中国为自己的信仰努力 就会遭到限制 王瑞琴如此说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平杰 华盛顿报道 浙江省瑞安市一家民营早餐店的东主 因使用翻墙软件播放境外电视节目 被指播放境外有害消息 遭停止互联网服务 以及罚款5000元人民币 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封锁越来越严厉 浙江瑞安一早餐店 用翻墙软件播放境外节目 被网信办人员发现 处以断网和罚款 网信浙江微信公众号消息 本周一 瑞安市网信办经寻查发现 辖区内一小区早餐店 在营业时间通过网络电视 公开传播境外有害信息 网信办官方通告 指该早餐店店主利用翻墙软件 进行非法国际联网 在店内网络电视上 通过非法软件播放境外节目 传播有害信息 给予涉案人员警告 停止联网并处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家乡在浙江的异议人士王爱中 对本台说 浙江对使用翻墙软件者的处罚 比其他省份严厉 据统计 今年前十个月 浙江省有超过70个人 因翻墙而遭到行政处罚 而2019年全年只有五起 个人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 对此王爱中说 武汉网民张先生对本台说 他感觉当局经年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严厉 似乎要出什么大事 我对老百姓都被我们当地派出发出威胁的东西 不仅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什么敌对势力都发胆性威胁 感觉就是暴风雨要来了 不知道那个暴风雨落到谁的头上 老百姓以及他们体制内的都要遭殃的 10月12日 吉林省白城市一理性男子使用手机VPN翻墙软件 浏览境外网站被警察处罚 官媒报道 警察翻查李某的手机 发现里面储存大量境外网站截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 国际联网管理崭型规定的第六条和第十四条 对李某进行警告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自2018年起 中国立法全面禁止民众使用VPN虚拟私人网络 突破网络管制连线境外网站 截至目前 针对宣证网络的法律法规 或办法达十多项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 国际联网管理崭型规定等 根据相关法律 翻墙情节严重的 会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单处罚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近日香港亲中媒体引述亲北京人士抨击 卖黄色口罩的黄厂 涉及违反国安法 黄厂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为了员工以及顾客着想 将做内部调整 即日起所有门事暂停营业 有学者指 香港界定违反法律的界限模糊 担心未来黄电及其他商家 仍需要摸索政权的政治红线 以下是记者郑日瑶的报道 亲共媒体报道指控黄厂 斥打着抗争色的口罩厂 并引述亲共民建联立法会议员 戈佩凡说 店内装潢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政治宣传片 煽动仇恨 康复香港 时代抗议的口号 企图打插边球 肆意挑战国安法底线 记者周四到位于铜锣湾 及旺角的分店观察 铜锣湾分店未有拉上铁杂 未有营业 但门口的香港民主女神的装饰仍然存在 然而旺角的分店部位 正被围板围风装修 原本招牌标志已被移除 只剩Yellow Factory的店部名称 同区的黄电茶饮店 黄茶香港负责人Julian 戴着黄厂口罩接受访问 对亲中人士单凭口罩设计 便抨击黄厂违反国安法 感到不解和愤怒 认为黄电未来需要在国安红线下 寻找言论空间 他坦言 自己在国安法立法后 对店内政治宣传品有所避解 比如将原本命名 光伏香港和时代革命的茶饮 改名为东方美人和香港加油 不过记者所见 店内也设有连笼墙和各种政治宣传品 而店内的进墙也写满了和反送中运动相关的标语和口号 Julian又会将原本写有光伏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 插去一两个字 他解释这是要避免触及国安法 但也无阻黄电表态发声 因为同路人自然会不言而喻 他们可以用什么来批斗我呢 我店铺里头的确有些言论 但这些言论不可能触犯国安法 如果发表某些言论 或者我的客人讲了某些言论以后 都要被你们批斗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世界道理了 就是霸道横行 刘坚旺区议会副主席于德堡表示 从黄厂被左报抨击一事 可以看到现在亲北京人士 打压支持反送中运动团体的方式 先找左报发动攻击 并在地区和网上制造舆论 让当局可以采取法律行动 或者让相关团体感到担心并自我审查 形容做法相当有文革色彩 他提到黄电被打压已非新鲜事 政府借着疫情理由 想尽千方百计要边缘化黄电 你问我担不担心黄电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我觉得绝对有可能 不是说现在才被针对 你看抗疫基金讲到 如果店铺干犯刑事罪名的话 或许不能获得抗疫基金资助 前几天太子基隆茶餐厅被20到40多名警员突击检查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 早已有复现看到黄电被针对的迹象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 袁颖贤就认为 如果黄厂真的有违反国安法 就应该从法律途径处理 纯粹找一些人说你可能违反国安法 做法模拟良可 他指出 相比内地实施国安法多年 香港刚实施国安法不久 担心香港在执法上会比内地还要紧 不造成不必要的审查 他认为不论是黄电 还是香港其他商家 未来需要摸索国安法的政治界限 这个政体本身对国安法的政治界限 未必很清晰 会让做生意的人 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 让人不敢投资 因为政府要讲清楚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例如新加坡有些事情不能做 但是他会讲清楚 这会让投资的人比较放心 黄厂是一间香港本地的口罩生产商 今年4月开始在网上发售 口罩印有FDNOL制样 10月分别在铜锣湾和旺爪开设门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赵日瑶香港报道 美中战略竞争之际 对台关系持续成为热点 台湾的外交部星期五证实 美国环保署长近期将率团访问台湾 这也是继美国卫生部长国务次卿之后 数月内第三位高官到访台湾 中国外交部周五就此警告 将根据形式做出必要反应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证实 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惠勒 下个月访问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0号受访强调 在去年2019年12月份的时候 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亲自的致电邀请美国环保署署长惠勒 Android Wheeler来访问台湾 美方也表达来访的高度意愿 欧江安提到美方曾在2014年派遣 时任环保署署署长麦卡锡访问台湾 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 以及国务次卿克拉奇也在今年相继访台 这都彰显了台美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也符合美国两党在2018年 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的精神 对美国各层级官员来访 台湾都表达欢迎之意 惠勒将是最近三个多月以来 第三位访问台湾的美国高阶官员 也是睽違六年多来 第二位造访台湾的美国环保署长 欧江安提到 奥巴马任内的环保署署长麦卡锡 2014年榜台就达成了国际环境伙伴计划下的 全球环境教育伙伴 国际电子废弃物管理网络和空气品质改善专案 未来台美也期待就海洋废弃物的倡议 和区域空气品质等议题加强合作 纽约时报报道引述了惠勒的发言人休伊特表示 惠勒是应邀赴台拯救我们的海洋倡议 与海洋垃圾空气品质 海洋健康等议题推展合作 总统府发言人张尊涵表示 对于美国高层官员访台总统府表达欢迎 行政院长苏贞昌受访表示 台美互动一直升温而且往来密切 美国环保署长应吴昭谢部长邀请 就要来台就环保议题的国际合作 双方讨论 我想我们都乐见 而且也相信对两国的关系会更好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洪生汉20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表示海洋垃圾是近年国际环保团体凸显的议题 台湾也受到海漂垃圾所困扰 不只是台湾产生的垃圾 洪生汉说 为了未来两个月运用公帑访问台湾和拉丁美洲四国的计划 引发质疑 前台湾驻美代表陈建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提到 过去也曾经有美国政府官员在交接前访问台湾 他跟我们断交 结果他要下台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内政部的副部长也跑来了 新政府要上台 旧政府理论上讲不应该有重大的这种动作了 现在川普的做法大家都搞糊涂了 都没有照往例的方式来做 陈建仁表示台湾政府就是要和美国政府来往 做好对美工作 特朗普即便任期上两个月也还在任 唱戏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就有人继续唱 至于他唱得好唱得坏 唱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 有评论指向特朗普四个月内 连派三位高官访台 是为弃北京 陈建仁说 那也有可能啊 我们不知道啊 也有可能啊 美国现在很多动作都是让老公不舒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继香港《大公报》披露中国正在拟定台独分子清单之后 官媒连续多天点名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有台湾学者指出 这是共产党惯用的分化和缩小打击面的手法 台湾民众则采取嘲讽的态度 认为中共的恐吓政策无法奏效 以下是记者许舒婷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大公报》日前刊载 中国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台独清单 对所谓涉毒谋毒恶劣言行的顽固分子及其金主 采取严厉措施 宣称要依照包括反分裂国家法及刑法 国家安全法的条文终身追责 接着《环球时报》首先点名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 为首名台独罪犯 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又揭力批评苏贞昌 恶贯满盈难逃历史审判 《环球日报》更以棋底苏贞昌为题 骂到祖宗三代 对于成为这系列中共对台文工的第一波目标 苏贞昌强硬回应 至于到底会不会有这份台独名单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答记者提问时 间接证实此事 台湾陆委会则表示 对于中共操作媒体批评台湾的行政首长 这样恶劣不尊重及低水准的言论 表达强烈不满与抗议 民进党也在脸书表示 这种言语恫吓的方式是标准的认知战 意图破坏台湾内部安定 让民众产生自我审查和恐惧 针对中共官方媒体展开的这一波抹黑行动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 《大公报》是相当保守的官方外围媒体 不会自己发挥 尤其又有《环球时报》跟进 显示的确是有意要放此风声 两个目的 第一个 他当然是在恐吓台湾 第二个他其实是在分化 他现在在处统 然后谁是赞成处统的 谁是反对处统的 他先抓那些反处统的 又主张台独的 然后先弄一个名单 那叫做其中打击面 缩小跟其中打击 这是他们常用的企量 这个以前就有过了 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他们就曾经这样用过了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 中共经常以类似密集方式 攻击台湾的特定领导人物 1995年 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 在康乃尔大学发表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 其后中共新华社及人民日报评论员 连续四天联名发表 四评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说文章 打击力度之高 甚至相关言论 还叫嚣要把李登辉 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台湾的立法委员林长佐则认为 这份名单只是中共在掩耳盗铃 因为不管有没有名单 中共当局要抓什么人 根本不必有依据 在他名单上面的人 不代表他就真的抓得到 不在他名单上面的也不是真的安全 所以他以前抓人不用列名单 未来抓人也不用列名单 那他列这个名单是为了什么 就只是为了恐吓人而已 只剩下口舌之快的用力而已 林长佐说 中共意在恐吓 但没能让台湾人害怕 网络舆论纷纷自告奋勇 网民想要被列入名单 还有人生怕自己被遗漏 因此这对台湾人来说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许舒婷 台北报道 台湾空军的一架F-16战机 日前失联 搜救任务仍在持续 但中国网络传出 该机出现在厦门机场投共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就此表达强烈谴责 台湾的国防部长严德发 更抨击中国网军恶意造谣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湾上校蒋正志 17号晚间驾驶了F-16 执行夜航训练失联 至今约70小时 台湾出动了数十架次的 飞机和船舰全力搜救中 却有大量的中国账号 散播不实的讯息 包括大陆快讯厦门投诚 F-16被大陆激光武器击落 还有中国网民截了一架F-16挂弹 在地面的照片称 最新消息厦门机场降落 一架F-16型战机 另外有人截图将讲政治的照片 指出说是投诚大陆 准确的说是回家了 因为太想家了 还有说国台伴估计很快会开新闻会 中国网军造谣F-16失联飞观投共 引发了台湾社会的愤怒 连总统蔡英文都在脸书说 我必须强烈谴责 有特定使用简体字的网友 合成变造F-16战机降落在厦门机场的画面 并恶意散播 这不但是错误的假信息 更是有意混淆国人的认知 打击台湾明星士气的典型资讯战手法 我绝不容忍这种消费失联飞观 践踏国君弟兄姐妹守护家园信念的行为 国防部长颜德发20号受访也驳斥投共说 失联F-16V起飞两分钟后失联 20秒内加速下坠7000英尺 对中国网军投共说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资深编辑陈国民反凤说 如果这么快飞过去的话 那太好了 我们以前都讲说台海预警时间7分钟 那我们有两分钟的飞行器可以飞到对方 那表示我们有神兵利器嘛 那现阶段我们没有嘛 所以就军事常理来讲 第一个不可能 就算投奔大陆好了 迄今中国没有公布照片 那第三个就私底下来讲 我们反正希望这会飞观生还嘛 这个是人之常情嘛 那现在什么都不是 在台湾的中国大陆异议人士龚宇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说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说 大陆官方国台办啊 对台系统的官方 不出来做正面的说明 但是让他们手底下的那些网军呢 进行一个网络的造谣 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可以借着中国大陆 也有所谓的言论自由啊 这种消息以后被证实是假消息的话 就是中共的官方可以完全地批开关系 第二种可能就是说这只消息完全就是中国的一些自干五 小五毛小粉红啊 这些人的话 一个自发性的行为 但是他们的自发性的行为可能也是受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大陆官方机构的默许 或者甚至是那种操控 龚宇健提到过去两岸对峙有赏金可拿 所谓投诚或有吸引力 台湾人投共的最轰动的就是1979年林义夫 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 台湾就算那些统派嘴巴说支持拥护共产党 身体其实很诚实并没有投共 相反的 在他之后仍有不少的大陆异议人士和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士偷渡金门 冒着生命危险要逃离专制极权的中国到自由的台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闭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上海美国商会周五发布调查报告说 超过六成的在华美国企业对拜登当选下任美国总统后 在华投资经营感到更为乐观 此外 上个星期接受这项调查的大部分美企 并不认为美中贸易限制或进口关税还会提高 尽管如此 在这家机构调查的124家美企当中 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企业认为 美中贸易摩擦仍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考虑到中方曾对外企员工采取了限制出境或居留等措施 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总裁对其在华的雇员的个人安全感到担忧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周五表示 美台双方已经于当天正式启动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 扩拉克和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等人在华盛顿出席了会议 而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忠经济部部长王美花 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这次会议 中国证监会星期五表示 他们期待与美方的监管机构 就中美审计监管合作事宜的具体方案尽快展开磋商 证监会负责人当天对媒体表示 美国监管机构暂不能够检查 位在美上市的中企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国会计师事务所 是跨境监管合作的问题 并不代表中企没有遵守美国的法律规范 香港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近日表示 香港已经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自贸协议 并与中央落实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香港非常期盼加入亚太15国日前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订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